天氣來關心 強烈冷氣團來襲 加上華南與雨區東移 所以今天的天氣氣溫極凍 北部東北部低溫 薩潭十度 沿海空曠 還有近山區只有七到八度 十五號期雨區移出轉為乾冷 禮拜五後冷氣團減弱 溫度會慢慢回升 至於高山地區 想要看到飄雪 條件上還是有點難 Q彈落根條大上筍姿 在熱湯滾煮冒出陣陣白煙 強冷空氣襲來 天氣瞬間激凍 不少民眾冷到喝喝熱湯 暖暖身體 相比十三號晴朗溫暖天氣 十四號情人節溫度溜滑梯 中部以北東北部最低溫海市 下探十度 甚至沿海空曠近山區更只有七到八度 氣象局發布低溫警報 更得留意越晚會越冷 這波強烈大陸冷氣團 從星期二會只影響到星期四 在天氣方面是先濕後乾 預估強烈大陸冷氣團 在星期五減弱 各地氣溫就會回升了 冷氣團報導 加上華南雨區移入體感 溫度直線下降 十四號全天幾乎全臺 有雨十五號雨區持續冬移 新竹宜南平地就能轉為感染天氣 禮拜五十七號開始冷氣團減弱 溫度慢慢回升 但十八號東北季風再南下 因封面北部東半部又會開始下雨 溫度略微下降 自然有冷有雨 高山想下雪機率不大 雖然這波冷氣團預估不會達到寒流等級 但輻射冷卻影響之下溫差十度以上 早出晚貴的民眾保暖工作 還是少不得 記者黃孝瑋林士達SNG 台北傳播到